嫌犯发射信号弹打在白色小客车上 发出刺眼光芒 燃烧的火花还在监视器镜头前四处飞散 十几个年轻人手持棍棒 在被害人家门外叫嚣 目的就是为了钱 这一期的讨债的案件当中 讨债的金额高达新台币900万元 那至于讨债的利益取得分配情形 目前正在制作笔录在征讯当中 这群人是台中尊镇会的镇头 平常他们以庙会活动做掩护 私下去进行暴力讨债 他们持枪械棍棒威胁被害人 如果对方坚持不还钱 就捣毁屋内物品撒明纸 甚至用信号弹破坏车子 二十多名成员当中 还有未成年的国中中错生 那就是透过这个教班的方式 来吸引这些成员来加入 然后并有可以出教会的活动 来赚取生活费 三十多岁陈姓祖贤 有杀人和伤害等多项前科 为了壮大声势 他还广发英雄帖 邀请志同道合人士 十一月初一起去进乡 借机会结合各界资源 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由于这群人手段残暴 警方出动七十多名警力 合力攻坚 一举逮捕祖贤和十名小弟 证讯后依组织犯罪条例移送法办 既有您一乡请网络 台中报导 9号 1号